如何註冊夸客網盤的帳號 來到登錄介面我們按微信登錄 我們在手機上安裝WeChat 然後用手機號碼註冊 註冊好之後 我們打開WeChat的掃描 掃描上面的QR Code 這樣就登錄完成了 如何下載的檔案 登錄成功後我們進到下載頁 點選我們要下載的檔案進行下載 如果有資料夾一定要點進去 然後再點選你要下載的檔案 不然你直接下整個資料夾 他會叫你去安裝他們的客戶端 如果你下載的檔案比較大 他也會要你先去安裝他們的客戶端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使用 擴充插件來繞過這個問題 我們先安裝創改後這個擴充插件 然後再來安裝下載腳本 回到下載頁我們先刷新一遍 然後按指示按鈕去點亮它 點亮完成之後 他會多出一個下載助手的按鈕 然後我們先把要下載的檔案保存到我們的碗盤 再進到我們的碗盤裡面 點選要下載的檔案 然後再點擊下載助手 按API下載 這就是我們的直連網址 只要點擊就能直接下載了 他OK wen 做得很準招勢